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 近日,国内知名民间控烟机构 心碳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发布 2019年八城市卷烟销售中端烟草广告调查报告显示 在被调查的八个城市 超过八城的中小学校周边100米范围内有烟草销售店 值得关注的是 未成年人保护法草案中 你将学校周边不得设置烟销售网点首次写入到法律中 不过,法律草案并未明确学校周边的具体范围 有专家建议参考学校周边200米禁开网吧的做法 规定校园周边200米内禁授烟 南都记者了解到 目前,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改草案 正在中国人大网上公开征求意见